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拉闸限电 拉闸限电的本质对企业那是又一轮的盘剥 这个呢我前几天做的视频说过了 那么拉闸限电对老百姓来说是什么呀 现在已经有的省份 有的省份的国王已经跳出来了 要加价 从电上要加价 一边他砍掉了数字货币 砍掉了挖矿设备 中国的挖矿设备 他是利用集装箱 一个集装箱 一个集装箱往美国运 挖矿 矿机全部进美国 进欧洲 进西方民族国家 中国矿机停了 它其实能源是有没有 能源有 但为什么要限电 第一个 对于企业 民民企业 对于老百姓 其实因为2019年年底 2020年年初的这场武汉疫情 这两年都是受到很大冲击的 西方民族国家 印钞 救济 普通百姓 每一个澳洲公民应该可以拿到750块钱一周 也就是说 4728 3000块钱一个月吧 3000多一个月吧 美国我所知道也是有一部分的补贴 也就是说政府一年的补贴 大概在4万多澳币 我不知道美国多少 我估计也是这样 这应该在 就是这个 只要你出去工作人的薪水的平衡 就是保障你最低的消费和最低生活标准 其实你去看 现在美国加拿大 包括欧洲房价都涨 这个涨就是因为政府印钞涨的 澳洲也涨得很厉害 我买的那个 Clayton的那个学生公园那块地 现在一下子涨了40万 就这两年每年涨20万 涨了40万 什么原因呢 因为很简单 基层的老百姓 他本来一年的收入5万块澳币 那么政府在疫情的情况下 补贴你4万 你还是能够活得下去 补贴你36,37,38 小4万块钱 还是能生活得下去 物价上涨 这几天澳洲在公布 牛奶涨了7% 蔬菜涨了多少 猪肉涨了多少 大家都最高15% 就是房价涨得厉害 是吧 房价特别是带土地的房价 西方民主国家都一样 那么中国大陆 第一个 你中共印出来的钱 就记得是国有企业的坏账 国有企业的负债 你就记得是银行的不良资产 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 是吧 没有钱到老百姓手上 你们去了解一下 现在淘宝司法拍卖的 法牌屋有多少 法牌屋已经超过130万套 130万套其实又是一个很大的爆雷 这个爆雷不是因为许嘉义 这个爆雷是因为习近平 因为西方民主国家 老百姓可以拿到最低生活保障 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 老百姓是搜刮 疫情来了依然搜刮 他用无形的手搜刮 西方民主国家 老百姓能拿到最低生活保障 中共极权统治下这批14亿猪狗 当年我也是曾经一直 他是怎样呢 你去看好了 水价自来水的价格已经慢慢的涨了 默默的涨了 电价其实也在默默的涨 但是这一轮限电会让电价有一个10%以上的涨幅 共产党做了多少蠢事 限澳大利亚的煤 澳大利亚的煤炭这个大卡数特别高 有些锅炉可能只能烧澳煤的 非洲的煤可能未必能烧 他采取什么办法呢 委托泰国 越南 老挝 缅甸的企业来买 澳洲的煤 买了以后 中共又从他们身上买到 就采取这种办法 老百姓受到了怎么样的一个欺辱呢 不但没有拿到政府的救济 物价是费涨 各国印钞票 各国物价一定要上涨的 不是澳洲 美国的问题 中国印的 不会比澳洲美国的平均值要少 一定比平均值要高 所以老百姓越过越苦 老百姓会想 今年怎么这么苦 是吧 司法拍卖128万套到130万套 又一个恒大的暴雷 这个恒大的暴雷 谁都没看到 不懂经济的 你根本看不见 怎么会 这里怎么会有个恒大的暴雷 等同于一个恒大的暴雷 很明确 老百姓一直在承受着这种 温水煮青蛙式的搜刮 那么搜刮了14亿老百姓 富了谁呢 富裕了谁呢 富裕了7000万 到8000万 中共极权统治下的那些富豪 14亿人口的分布 顶层我们就不说了 顶层啊 什么红二代啊 顶层富豪 我们没有资格去评价 7500万到8000万的这个顶级上层的富豪 他们越来越富 因为他们手上的房子涨价了 能涨价的可能只有北上广深行的房子 是吧 收入没有减少 普通老百姓 降薪 公务员大考挤破头啊 是吧 国考挤破头 事业编制考试挤破头啊 医生教师都降薪啊 都过得苦哈哈的 唯一过的就是比 那个高收入人群 澳洲人家说也一样 你有房子涨得也厉害 你收入超过10万澳币 一个家庭收入超过20万澳币 你还是过得很负责 是吧 那你这个为什么不说 政府没有搜刮 政府在平衡 有钱人 你实在聪明的有钱人 你继续赚钱好了 是吧 你继续赚 但是普通老百姓我是安抚好的 每个月给3000多块钱澳币 是吧 中国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谁安抚 共产党用精神食粮安抚 不是物资 不是大米 不是蔬菜 不是肉品 不是肉蛋 他用什么安抚 用精神食粮 用小红书 抖音 中宣部的电视电视剧 是吧 报刊 暗抚 这一轮清洗之后 这一轮拉闸限电之后 老百姓 电价又会涨 必涨 再接下来 物价再涨一轮 好吧 中共的那些顶层富豪 中共的那些 共产党的顶层官员 越过越富 你只要震出级以上 一定是越过越富 苦的就是呢 十四亿中国老百姓 好吧 所以每一位中国老百姓 都要去深思 这种温水煮青蛙的常态 再煮下去 是不是官逼民反 你敢不敢反 好 我是尹克 我是希望每个观众 都可以订阅 我府迷电给平台点个赞 再见 请不吝点赞